你要不要吃這一份 不要 不要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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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 要先刷 为什么要这样的 这样子要让他先出来 他是谁 他是住在这个酒店房间里 那他出来了没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住万宜酒店 万宜酒店就是万豪大品牌的一个小品牌 也是万豪集团最早收购的私品牌 那大家肯定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酒店的体系底下 他要有很多很多的私品牌 最早的时候的目的呢 其实是为了做出不一样的品质和评价 都叫万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翻译过来 所以就把它全部翻译成 用万字 比如万豪啊 万亿啊 万亿 万亿之类的 这是国内的翻译是这样的 其实英文上面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那最早他们做这个品牌的原因呢 一个是要面向不同的侨费者 另外一个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酒店一定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也有不同的品牌去吸引不同的人 并且可以分散差别 对没错 那比如说有一些住户 他住了万豪之后 然后某一次体验很差 他可能就对这个品牌非常的反感 然后他下次可能就会选择万宜 但其实还是同一家酒店集团 对 他最早初衷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做出差异化 万宜呢 就是他万豪用来瞄准商务型渔客的一家酒店 就是他的整体的风格就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约的装修风格 对 他的风格就是非常简单的酒店风格 然后去除一切必要的东西 然后为了就是满足商务客户的需求 没有 没有浴缸的话 也很合理 也很合理 因为一个商务型酒店确实 不太用得上浴缸 对浴室的整体的风格也很简单 然后很小 让我想起了香港的酒店 香港的酒店也是这样的很小 你为什么你不敢出镜吗 这个门出镜是有流量的 酒店虽然是 今天是给我们的房是行政双床房 但是还是没有浴缸 对 而且他们的行政房是没有交代他们的意见 但是用万用开水壶 万用开水壶 你自己刷呢 够不够 煮 可能太够了 煮一条 还可以 这一家的万宜 就是深圳万万宜 我们选这家的原因是因为刚好有一个会议的活动 你可以拍一下外面 然后这边就是科技园 整片深圳的南商的科技园 就是这个方向全部都是 都是一些高科技公司 那是英特尔 厂业的厂值是很高的 然后这一家的万宜是全大陆最贵的万宜 万宜酒店它其实是二级的酒店 就是在他们提醒内的排名是排到第二级 第二级酒店其实是等级不算很高 但是这一家的万宜是非常良贵的 它会超过JW万宜的价格 平时也要1200到1300千 住的人比较多 我觉得跟住的人没什么关系吧 因为他这里的活动就很多 然后因为紧挨着科技园 所以来出差的课就会难 但是这家就是你拿现金入住就不划算 要拿积分来兑换 因为它是C2级别的 万宜的酒店它的兑换的分数是按照酒店等级来换 就是你可以拿C2等级的分数去换这家酒店 就会比较划算 兑换一个网的价格是12500分 1万分就大概相当于人类的600块 比你现金入住要划算很多 所以用积分换就最划算 然后一边是科技园 另外一边就是深圳湾 我们这个房间是看不到深圳湾的 那深圳湾的对面就是香港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离港口其实已经很靠走 然后酒店内的设施 我应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了 因为它就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阿努酒店 我不认识这个品牌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品牌 可能会是你喜欢的味道 那不是满边草 能边草吗 很小 我们的预设非常小 有点像我们上了在香港住的谢尔多花里 这一定是挺正常的 开放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是掉了双床 掉双床基本是没有套 就不会伸到套房 隔壁就是套房 一般套房的角落里的套房就会带上一个连通房 当你家屯入住的时候 超过四个人的时候就有两个人可以出现这品 刚才说了 这家店其实它跟 呃 亚乐轩很像 亚乐轩也是主打 比较年轻 然后比较简单的风格 亚乐轩在 再上一集的前面就是介绍亚乐轩 你会发现亚乐轩呢 它用的 颜色和色调就比较鲜艳 嗯 会更年轻化更大胆一点 那这一家旺里的风格呢 就比较中规中矩 是走比较沉稳的东西 它虽然用的比较浅色的木头 但是就 它不会用那种什么紫色粉色 就从精力很强的颜色 这个就是更商务型的酒店 虽然它的东西是跟 亚乐轩一样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特别看他们的 就这种很简单的酒店 它有秘密吧里的东西就会很简单 就不会配胶囊咖啡机 然后一般给你一些素容的一些 冲泡油料和一些带妆茶 基本上是这样的 然后冰箱里也不会有太多的酒 诶 出乎意料的是冰箱里的东西还挺多的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 对我不是说在房间里喝 但是可以去试一下 我不知道HAPPY HOUR的时间会不会是 波多充气天然矿泉水 就是法国的一个镇子专门 很有名出这个水 一瓶的售价大概在40块钱人民币左右 冰箱还是有东西的 亚乐轩冰箱是没有东西的 还是比较商务 而且比亚乐轩好 我个人会更喜欢这样的酒店 会剩余亚乐轩 因为我觉得亚乐轩就太精化了 有些年轻人会比较喜欢亚乐轩 把亚乐轩称为小W 但是我觉得亚乐轩不太行 他的档次都不太好 有点像我要说 不想想下去 我还是想不想去 所以我们 firing了 不想说 如果大家觉得亚乐轩的 不是很生气 使用 那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的他们的 少许点 它们对我们都要外国 一流行车 但是我们会不会如何 想许点 就是艺末 我们的工作 不仅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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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一直扯自己的被子你知道吗 真的 也许就有一个人 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好恐怖啊 大白天中午12点半我身上保恐都竖起来了 就是每一家酒店都会有一些怪怪的东西 深圳弯弯19店 1002号房 真的吗 对靠近窗户的这个床前有个对脚印 而且这个脚印是怎么插都插不掉的 这下什么人留下的脚印是插不掉的 他就好像就刚刚有人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留下的脚印一样 他们家的这个银子 他们的真点 有现点 真的吗 我帮你点了一份 那一份 那一份 这个菜摘不来了 哦 为什么 食欲是没有 但是有另外一种 你知道广州 不是广州 香港有很有名的早点 叫做长档面 就是有香肠的大 嗯 煮的面 叫长档面 这个是长档桌的 这个是长档桌的 是上海的 我可以继续 多一些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